OK 大家到了草 大家看一下这个今天是2024年的2月7号 今天礼拜三啊 看一下礼拜三下午4点20的高速上面 都是什么样子了 我说这是翻车祸了 怎么着 这个这是整个一条路全堵 我在这都堵了十来分钟了 当然也不至于不至于不动啊 你妈动得特别慢就是 就是平常可能开半小时就能到的地方 这回我看一下起码要开四五十分钟了 然后今天温度车里面十度 看一下手机上显示了 手机上显示了7度 今天最高温度8度 最低温度零下1度 周末呢 周末会升温升到十来度 因为过年了嘛 开春了嘛 怎么着也得拢一把 是吧 应该是这有车祸了 我看见这个拖车了 这个车 又问了 就做什么一辆车啊 一辆车也能行 OK 我们现在4点20我们去尝导了 我们是2点 2点半下课 回来超市买点菜就 就差不多就3点了 3点做饭做到4点 4点多出来 结果4点20还能够尝 我们现在那个快去尝导了 昨天呢 前天 昨天我说前天 就是我礼拜二 我拍视频的时候 我说礼拜一 礼拜一 我说礼拜一 我是不是被人发工 我说一个单子都没接 结果 昨天礼拜二呢 我大概是4点多吧 4点多在长岛开始接单 忘了4点多还是 还是3点多了 忘了 反正就是3点 开始从在长岛接单子 45678 反正就是45多小时吧 昨天弄了80多块钱 平均一小时20多 还行 但是你平均和礼拜一平均一下 现在40块钱 哈哈哈哎 别养鸡毛啊 不过今天呢 今天不知道好还是不好 礼拜三有时候好 有时候不好 不想邪门 礼拜四呢 大部分时候是不是特别好的 哎 我是往那个下 今天呢上课 上课就不了了 反正没啥 我感觉这个学期上的 普遍来说比较松一点 还是说我们真的是有进步了 这个我觉得 我觉得很多单词我还是不知道 很多意思我还是不知道 但是听力这方面 感觉是长进了一些 起码说 不像上了学期时的那么 那么迷糊的 巴拉巴拉讲八天 我听不明白 起码我现在呢 他讲的什么东西 而且呢说呢我也是没有很大的问题 哎 我感觉这到底是进步了 那没进步 哈哈哈 不管了 所以上课这个事我就不管了 反正我待会长导呢 还是要 还是要写作业了 还要写作业了 晚上时间不够 晚上回去就留点多 洗完脑 然后呢就什么10点11点 就两个小时写作业 看书啊又累又困的 我根本就没有 没有经理啊 现在的时候 现在可以可以看一点东西 然后我我今天呢 吃饭的时候接到电话了 不是我 去年年底不是我吃着发单吗 哎 到现在你看都几个月了 都一月二月 给搞定了啊 罚了 罚了200多块钱啊 那个点就点就关扣了啊 哎 这样的话 我的记录上肯定是没有记录啊 但是罚金肯定是有了是吧 罚金200多块钱 加上一些安全课呀 因为美国安全课吧 他也是可以买啊 他不是说你非要去上 他是你花钱可以买的 买对吧 然后你买了买了那个课之后呢 然后你就可以那个 你就可以这个叫什么在这 啊 你就可以说好像是买保险 可以稍微优惠一点点吧 好像是啊 这无所谓啊 这无所谓 反正花200多块钱 把这事搞定了 我心意落下了是吧 起码这个礼拜能过一个好年了是吧 这无所谓了 哎呀 要不然前段时间我这个一生病 二呢又悬着 这个到底是到底是怎么处理啊 这个也没有回应 没有回馈啊 哎呀 我就觉得很糟糕了 到时候明天看 但到时候明天去把那我的那个 那个我的那个保险再给弄一下 这个好像又给我涨了两块钱吧 我操这么回吧 我就看看有没有便宜的 我又给换一下换一下 然后我看一下别的事 别的有没有别的别的事 好像不知道有没有别的事 应该没别的事 本来明天要去游泳的嘛 我这感觉算了 还是还是还是别去了 老实实把事儿当完了再说了 哎呦 这路这路堵得动不了了 怎么着啊 啊 这是去去长导的啊 哎 这不就把这事儿弄平了吗 弄平了 接下来就是就是什么 二月反倒 二月底啊 我看这白色怎么插队了啊 他 二月底要报税了 报税了 报税了 报税完了之后 我上半年还没什么事了 就没什么事了 没什么事 只有就是学习了 别的事也不用了 收录能保证稳定就行 然后车的话 我觉得哎呀 我卖了我开什么样的 是吧 这车也还不得卖 还真不能卖 哎我的胎压怎么那么高 现在 塞了台下37 一个台下39 卧槽 写门了啊 然后车肯定不能卖了 卖了 然后呢 我日常维护 想吧 我可以看下三月份 换个机油 我对 我三月份 我差不多 我再过一个星期就换机油了 对对对 我现在都快7000了 卧槽 再好的机油也不抗躁了 换机油了 换机油 我看一下 再下一次换机油的时候 我看一下 你能把我的变出箱给换一下 得了 变出箱油再给换一下 别的就没什么了 这车看下 看能不能还能开个半年一年的 是吧 到年底 我都去把这些破事给搞定了 再绝对到时候看 看它到底是换车 是换车啊什么的 对啊 等着那个 等着那个电车呢 特杂电车呢 没动静啊 没动静 哎呀 那个皮卡吧太贵了 咱也买不起 5万多是吧 是5万多吧 5万多贷款 355 你得费1万多块钱 是吧 刚才我把我这车卖了得了 卖给特斯拉 你就换新 是吧 这样看下贷款 但是一个月也得还个六七百块钱吧 那他妈的 一个六七百 我又得够枪了 油钱肯定闪下来了 油钱省下来了 电费的话 那可能差不多有个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应该也OK了 就差不多了 然后现在4点半了 4点半了 路上太多了 到了长岛 基本上就天快黑了 我就不拍了 趁着有点阳光 咱们就拍一拍 没阳光的就不拍了 天天晚上的妈的弄的妈的鬼似的 一天到晚的是吧 主要是这个摄像机 哦对 我还有一个 还要买个摄像机呢 我擦 摄像机没有预算了 2月份没预算 3月份没预算 大家还想到2月份买个摄像机 我擦没预算了 我看看吧 我我我看几几 赶不赶不看能不能 把这个上机的钱给攒出来 大概也就七八百块钱吧 是吧 大江那个三吧 对吧 看能不能能不能 能不能把这个钱给攒出来 要到三个份买也行 这也不着急 反正我把自己时间拉长了嘛 半年时间还不够处理这个事啊 是吧 三月份搞定这些东西之后 三月份四五六七八 九 我擦 都九月份了 都他妈要那个了 要他妈开学了 我擦 哎 反正紧紧张张啊 明天都是上学 上学学习 你说 就说感觉起来很 感觉起来挺像回事 就是听起来啊 又上班又学习又工作 我擦 是吧 感觉听起来挺像回事啊 其实过就是 迷迷噔噔的 就是一上学 他妈的困得要死 我现在又开始犯了 他礼拜一礼拜二还行 礼拜三礼拜四 又开始犯迷噔了 礼拜五就有点不再想上了 然后上班也是 上班了也是 哎 就像遇到礼拜一那样的 一单都没有 一单都没有这种活的 也是很痛苦的 哎 哎 不管怎么说啊 就是这段时间好好熬吧 耐什么刀 是吧 年轻的时候 有熬的机会的时候 你不好珍惜 是吧 现在人到中年了 你知道人和人之间是能看的 那种一种 一种那种 在地的气场 你知道吗 就是一个人看你 哎 一个中年的男人看了 就没有什么兴趣跟你所谓的交流啊 所谓的聊天啊 因为他聊的 你可能也不太明白 那我聊的呢 他可能对方也不太明白 就是 就是这个就成了代际差了 你知道吗 就是咱们 咱们聊些八九十年代的东西 是吧 一些电视剧啊 这些东西 电影啊 甚至游戏啊 是吧 很多人他没玩过 很多都是零零后 卧槽 好像最 我看有没有一零后 好像还没有一零后 基本都是零零后 就九零后都是 有是有 比较少 啊 就基本上你跟他聊的 基本上就没什么可以沟通地方 他们的打招呼的方式 是吧 说的幽默 或者他们笑点 关键这个 这个笑点 你 你不是特别明白 知道一知道吧 就是你 他那个他和朋友 就是 比如说年轻的人 比如说都是成年人吧 是吧 他们的话题呀 笑点啊 是吧 咱们呢 硬插进去啊 就是哪里哈哈哈哈 跟着笑点上 但是我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笑的 笑点在哪啊 他整个明白了 这东西 我我以前我真不觉得 我觉得我心态挺年轻的 知道吧 我没觉得我和他们有很多差距 但是我这一两年呢 我发现这种差距越来越大了 哎呀 这个岁月真是不饶人呐 以前呢 我一百年都是人家说 哎 小伙子 小弟呀 我现在呢 我感觉好像很久没有人叫我 什么小伙子小弟了 哈哈 当然也有些年纪比较大的 还能叫 但是在更年轻的一群里面 基本上都是大哥 哎 老哥 哎 兄弟 兄弟都比较少 我感觉再过一两年 可能都有人叫我叫叔了 绝对有人叫我叫叔了 当然了 我肯定是 我肯定是有当初的年纪了 你看我那个侄子都是01年的还是02年的 对 我侄子都01年02年了 对吧 你看他都多少年纪了 01年02年 都有20了 对 有20 23了 都23了 我那个侄子是我 我一个表哥的儿子 他算是接红表倒的 然后我的亲侄子 就是我哥的孩子 我看上是一几年了 我看我真这么忘了 我记得好像是一几年一个吧 13年还是009年一个 忘了 反正也差不多了 你算09年现在也差不多15岁了 就上初中了 他初中了 你像说白了 男人就没在他身边生活过 他们只是听说有这么一个初 有这么一个旧 是吧 但是人家从来没见过 就是他就是见面的时候都是很小的时候 就是他刚生的时候可能见了一面两面 然后我就走了 离开了嘛 离开了到现在基本上没见过 你说人在 说是血缘关系好什么关系也好 你说离开这么久是吧 那多少有一点这种陌生感 我感觉吧 但是我不知道 不知道 反正我自己想象当中的 是吧 在亲的人 甚至是直系学性 是吧 你这么久没见面 你怎么着也有一点陌生感 是吧 这是毫无疑问的 是吧 当然这东西 我并不是特别确定 也许 也许可能 刚开始有陌生感 后来呢 就顺 也许啊 就瞬间就 就比较亲近了 当然这种可能性也有 当然可能更多保持这种距离感 肯定也是有的 这东西都 嗯 但关键是 关键是 哎呀我不知道 我说 这东西吧 也就是 元 chant oki huh 虚圆吧 这种 没什么要求 也没什么讲究 不就这样 protein 我们现在讲了多少分钟了 我们讲了将近20分钟了 我们还聊不了 还有二十十五分钟 哎呀 怎么这么多今天 第三八 然后我们再聊个几分钟吧 聊得下高速感觉不聊了 反正也快了 怎么这么多呢 反正就是每个人家家有本的南京的精美 对吧 每个人的家庭脾气品性都无恙 天天看春晚的时候 你就感觉好像每个家庭都要像春晚演的那么和睦 每个家庭都要像他们那样那种相亲相爱 但是我看很多家庭并不是这种表现 很多家庭都是吵吵闹闹的 有些就是老死不相往来的这种家庭 所以说我觉得那种大圆满的家庭当然是好的 我还以为在我的左边就从右边 其实肯定车祸了 毫无疑问是车祸了 我刚刚去那个超市前几天买了买了一袋葡萄 叫蹄子 叫青蹄 没有籽的那种 然后今天买了一点草莓不特别甜 但是吃还能吃吧 最近买水果也不知道买什么 苹果也吃腻了 蚕子也吃也不想吃了 梨子也不想吃了 是吧 买了点黄瓜 然后买了点那个蚕子 苹果这种常见的我都吃了 枣子 枣子 板栗也吃了 王果 火龙果 什么那家苗桃也吃了 像哈蜜瓜也吃了 西西瓜也吃了 还有什么没吃过的 桃子也吃过了 好像最近也没什么好像没有什么没有吃过的东西了 就吃了葡萄也吃了 草莓也吃了 没有什么说 哎呦 尝个鲜的东西没有吧 都这么吃过了 我的 所以也不知道吃什么了 蔬菜吧 天天吃大白菜 上海青 都吃过兔了 我的 这肯定堵车了吧 堵成这样的了 要不咱们从这下高速了 今天怎么不懂 OK 我们从这下高速了 对啊 没什么水果吃了 水果吃了也没什么吃了 那行啊 好吧 这太堵车了 我们从这下高速了 哎呀 下高速了 现在4点40啊 4点40啊 哎呦 时间全在路上 时间了 时间哪去了 时间都堵路上了 我们现在这样刀皮刀 刀皮刀 好吧 今天先到这吧 今天晚上干活 看今天怎么样 感觉今天应该也不错吧 礼拜一没生意了 礼拜二不错 礼拜三应该也OK的 礼拜四可能差一点 礼拜五 礼拜六 礼拜天再好 坐哪两三天 对 这个礼拜六肯定不能坐了 要吃饭了 过年了 是吧 好不容易来这过年了 哎呀 又怎么过一年 是吧 没什么感觉吧 哎呀呀呀呀 这感觉没有啊 好吧 先到这吧 那个 如果待会有时间呢 忙呢 我就先录一录 不忙我就不录了 我待会还要学习呢 看书吧 看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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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娘的还有一篇做文明显 好吧 先这样吧 拜拜 拜拜